说完了AOS不适合外省毕业生和配偶工签 接下来就要说外省毕业生和配偶工签能申请的阿省省提名了 这便是阿省一一类项目 这个项目经过不少变动 现在的情况是分为了四个子项目 之前谈名额分配的时候已经说了 这里直接说项目要求 首先既然是一一类项目 自然首要条件还是能入此意义 这个是加拿大所有一一类省提名项目的共同要求 然后一一打分要求最低有300分 职业要满足具体项目的要求 也不能在AOS里那个不符合的职业清单 这里还有个问题是职业不能是太热门的 阿省对一些职业过热会叫停 比如官网这里就写了这些职业因为申请量过多 可能会被排除在邀请之列 比如厨师、行政助理、卡车司机等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被排除的是一一类项目邀请 而AOS类不是一一类也不是邀请制 是申请制的 所以不再此列 这个一一类项目有一个原则很重要 就是满足最低要求并不一定保证获邀 为此官网还专门写了一些能够提高获邀几率的因素 这里面包括有阿省工作offer 是加拿大高校的毕业生 有亲属在阿省 并且亲属是加拿大公民或者PR 亲属的定义是父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 再者就是法语是第一语言 最后是一一档案的有效期超过五个月 然后进入第一个指项目 亲属联系和急需工作类 这个项目正如其名 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 首先是阿省有亲属 这个刚刚说过 然后是急需工作经验 这里是有经验就可以满足 并不一定需要有阿省的工作 当然有阿省的工作是会得到优先处理的 这个经验就是看一一入池的时候那个主职业的经验 而入池一一并不需要正在工作着 最后是什么叫做急需的工作经验 就是阿省根据两份政府文件 判断了一些职业是阿省目前或者未来景缺急需的 属于有这类工作经验的人就可能得到邀请 注意是有可能并不是有了阿省亲属 又有了急需工作的经验 就能保证一定得到邀请 具体的文件看这里 最后这里的亲属不能是配偶那边的 是指考虑主申请人的情况 并且有文件可以验证的 再看下一个意义项目 医疗健康护理类 这个是目前整个加拿大都急缺的行业 阿省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这个项目要求非常少 就是有一份符合要求的阿省医护类工作即可 这个项目在整个EE项目里的配奥是最多的 而且如果不够用 还可以从别的项目里拿 当然能做这类型的工作本身也不容易 下面就是阿省省提名的另一个重点项目 EE类的科技类加速通道项目 之前我们说过阿省之外的毕业生或者配偶工签 是不符合AOS项目要求的 而这个科技类项目就是可以符合的 条件就是有一份符合要求的阿省工作 这对工作有两个关键要求 第一个当然就是符合科技类工作清单 阿省官网提供了这么一份清单 里面也是包含了一些管理类 IT类 工程类 科研类等等工作 第二个要求可能很多人没想到 就是对阿省雇主所处的行业也有要求 官网也给了一个列表 要求雇主的行业在此列表中 是的 可能会有些苛刻 即使工作是满足科技类职业清单的 但是雇主行业如果不满足 也不符合 如果想走这个项目 在找阿省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挑选行业 另外一点是 这个项目和另外三个EE项目不同的是 需要主动填表去申请 而不是在池子里等着阿省来邀请 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找到了符合要求的 阿省工作及格 并不是一定需要阿省经验 当然入词EE本身是需要经验的 而且EE档案里的职业也必须要和当前阿省的工作职业一样才行 下面是另外一个优先类职业项目 这些职业包括农业建筑业旅游业和服务业 和刚才的第一个项目类似 也是有符合要求的工作经验就可能被邀请 这次连阿省亲属关系都不需要 当然有阿省本地工作的还是会被优先处理 实际上的情况我们看官网截止当前的邀请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优先类项目邀请的时候都还要附带另外一个条件 比如有阿省的工作offer或者法语是第一语言 从来没有过只要有这类工作经验就可以直接获邀 毕竟这种也太多了 说到这个项目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那就是虽然看起来这类基础类职业的要求并不高 但是因为是一一类项目 想要入职还是需要零至三类工作 并不是任何基础服务类工作都可以 能在这种基础类工作行业找到一个零至三类的工作 还是需要一点实力的 最后一个阿省技术类项目就是偏远地区振兴项目 RRS 这个项目和AOS有一些类似 也有一些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是社区主导的项目 总共分两步 第一步是社区遭到合适的人来工作 然后出具推荐信 申请人满足基础要求拿到社区推荐信后 再提交阿省省提名申请 这里的社区是指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两大城市圈之外的 人口10万人以下的偏远社区 并且社区自己需要去申请认证 官网也提供了一个已认证的社区清单列表 这里面有很多确实非常偏远的地方 但其实有一些地方并没有那么夸张 比如Less Bridge也在其中 这里离卡尔加里其实只有200公里左右 并且当地有两所高校 莱大和Less Bridge College 基础要求还是那几样 学历只需要高中即可 语言也是雅师四分或者五分水平 工作可以是任何 除了那个不符合的职业清单 工作职位必须是固定的全职代薪工作 不能是兼职季节工这种 雇佣时长至少是12个月 工作经验也有要求 是近18个月内有12个月的经验 可以是阿胜经验也可以是省外或者海外的经验 而且这个经验的职业类型比AOS宽松 AOS要求都是同一个职业的经验才能算 这个项目RS里只要和当前职业的级别类似即可 具体来说就是如果当前职业是零类 那么经验可以是零或一类 当前是一类 经验可以是零至二类 以此类推 不过如果是五类 也就是最低一类 那么经验也必须是五类 而且必须是同一个职业 同一个NOC代码 而如果是毕业工签持有人 在当地社区就读了两年的项目 则无需这个12个月的经验要求 RS这个项目 知道的人并不多 起码在中文圈的知名度很低 但是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首先这个项目的门槛不高 看基础要求也明白了 比常见的那个AOS毕业生项目的要求还低 因为没有毕业生找工作专业对口的要求 基本上是任何工作都可以 而且这个项目不限制配偶工签和省外毕业生的参与 也就是可以实现双打 双打的意思是一方读书 另外一个凭借配偶工签工作 工作的这一方可以凭借工作移民 不需要等到读书的那一方毕业后再移民 这是之后要说的曼省长久以来最吸引人的一个点之一 但是阿省其实也可以实现这点 这是和很多说法完全相反的 我们开头也提到了 有的人认为阿省完全不能双打 当然相比去曼省双打 阿省这个RRS项目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去曼省一般来说都是去温尼泊这个最大的城市读书找工作 而温尼泊有84万人左右 阿省这个RRS项目参与的社区是不能超过10万人的 这个Less Bridge已经算是里面人非常多的 有9万余人 人口少当然意味着岗位少 找工作的难度肯定也会更高 而且RRS必须还要拿到一份社区的推荐信 这个也许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也是多了一步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的项目情况已经告诉了我们RRS是什么状况 阿省官网有一直更新每个项目的配额发放情况 截止2023年7月中 RRS的名额其实已经用完了 计划的配额是630人 目前仅于197个配额 但是有321人在排队审理 所以说2023年刚过半 RRS的名额就没有了 有人还要等到明年新的配额下来后才能获批 RRS项目的火爆程度可见一半 顺带说下其他项目的配额发放情况 阿省一一类的健康医疗类 2023年有1462个名额 已经7月了 名额还剩高达1437个 看来医疗健康内工作真的是缺人到不行 而另一个优先类项目 农业、建筑业、旅游业、服务业项目 名额有975人 现在也仍然有高达933个名额 不过正在排队审理的有223人 而热门的技术类TAC项目有1219个名额 刚到7月只有112个名额剩下 并且有多达260人正在排队审理 也就是名额已经满了 有人要等到明年 并且这个项目没有说项目不够用可以拿别的项目的 而医护类和农业建筑业那个类是有说这个的 另外是毕业生项目AOS 名额也不够了 排队的人数超过了所剩名额数 当然不用担心 今年没有名额还可以等到明年 明年的名额会更多 可以看出阿省项目的申请量十分不平均 要来留学的朋友选专业时 可以参考官网这些数据和项目要求 目前看来来阿省留学之后移民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首先是AOS毕业生项目 虽然不让配偶工签参与 但是毕业生毕业之后 只要找到对口工作就基本上符合要求 雅时工作经验这些问题都不会很大 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对口工作 找工作这件事一个是因人而异 一个是因地所异 确实无法否认阿省的工作机会岗位 是比不上BC和安省 特别是温哥华和多伦多地区 但是BC我们说过了 安省之后也会说 这些地方工作可能是好找一些 但并不是有工作就能移民的 还需要打分看职业等一系列条件 而阿省留学移民不用打分 也不看工资这些 就看个人的取舍了 然后上面也分析了 配偶工签身份 还有省外毕业工签身份 虽然走不了AOS 但是还有科技类项目 优先职业类项目 来自偏远地区项目 都是可以符合的 路子还是非常之多 关键就在于一份工作 最后是四个企业家项目 细节就不说了 可以说是太冷门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查看官网吧 阿省省提名的情况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多多支持